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爱她的老爸和对她很好的继母 有一只默默陪伴着她的陆星河 还有一个陪伴着她一整个青春的于怀 故事中的设计又那么的真实 跟公的父母离异 继母带着儿子和父亲 重组家庭 而于怀的父亲则长期在外打工 这是一部你不需要堕胎 不需要车祸 不需要勾心斗脚的强男主的 那爱情故事 在整段青春里与同学一起 与老师一起 最爱的人一起 奋斗着 做着高中同学的噩梦五三 各种样式的卷子 各种样式的考试 耿耿和于怀从平凡的小事中共同成长 带着青春的懵懂和青春告别 如果是你 会在一直念念不忘的于怀 和猛烈追求自己的陆星河之间 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最好的我们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青春篇 它像我们真正上学时那样生活平淡无奇 没有什么味道 但又洋溢的青春该有的样子 传递的正能量 温暖 但又不失真实 一厢情愿 旧的愿赌服输 大家最喜欢哪个组合呢 喜欢的加关注 欢迎给小编留言 小编也会给大家回复 谢谢大家阅读吧 谢谢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